金門縣政府防守疫情最前線 目前還是零血診 而為了在後疫情時代推廣安心旅遊 金門離島中的看到烈雨箱 特別邀請知名藝術家打造了八座 就以海洋為主題的地景藝術 配合的是單車旅遊 要推出白色祕境藝術籍 開頭就可以看見的閩南建築風格古厝 還有歷經大小戰役洗禮 留下非常多的軍事歷史遺跡 擁有豐富文化資產的金門 守住疫情防線 繼馬拉桑捲土重來之後 再寄出白色祕境藝術機 這一次在年底所推出的 這個壓軸的烈雨箱白色祕境的這個活動 我相信可以讓所有的好朋友 去了之後絕對會值回票價 不管是小金門的美食 小金門的美景 還有我們精心準備的 所有這些相關的地景 還有這些裝置藝術 還有紙雕的藝術 以象軍防疫和醫療人員白跑的顏色 融入小金門地方特色文化 和故事呈現獨家白色明鏡 還特地將兩座裝置藝術 包括象徵訴說與聆聽的巨型傳聲筒 和Q版蛇景龍遺失台北車站 縣長領軍活動團隊力推金門安心旅遊 要讓各地遊客來一場小島藝術之旅 小金門呢它不大 所以它是讓所有的遊客 可以去做全島環島旅遊的一個地方 小金門就像一座海上花園 可以讓大家很輕鬆的 就把整個小金門禁收眼底 我想這也是小金門最獨特的優勢 烈雨香地方文化為主體 透過地景藝術 單車漫遊和國際級藝術表演等 渴望為十一月的金門 再帶來一波浪漫旅遊氣氛 記者紅人 河南牆台北 此次碰到